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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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原培养中人的意志里 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因为对于我长距离来说 它缺氧 你缺氧以后 它就会时间长以后 会造成肌肉会发麻 腿会发麻 然后供血供不上以后 就会开始人会有点晕 就是肌肉会酸脏 你顶过去了 你下了评论以后 你就会变得会容易的很多 你去年在困难吗 去年困难就没怎么练 困难就上来发生很多事情 然后就调整调整 然后就没怎么练 连房间都没怎么练 然后就叫什么 就吓高原来讲 这两年可以说 有将近一年半的时间 发生了就那些不快乐的事情 就是就觉得以前看了 在新闻上看这些 没想到这些事情 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那时候休息了快两个月吧 就躺在那边 其实也会看到 各种各样的比赛 包括那时候的一些决定员 他们可能会去训练啊 比赛 跟上回转 其实挺难过的 因为我已经 站在我自己这个领域 已经站到最高峰了 就拿到了最高的荣誉 但是 就是说 一下会从那么高的一个荣誉的地方 就是跌下来 确实心里会有很大的落差 其实我们看到 刘子哥的到来 他的身后 是更强大的中国游泳队 很遗憾 有一个名字不在 有一个人不在 所有人都知道那个人是谁 我们也期待 他能够快速回到正常的轨道 不仅训练正常 一切正常 这个舞台给他留着 那个赛场也给他留着 在医院里 角度的手术 还有沙子 动不了 我看了央舞的那个 其他控制任务之后 当时自己的就是 体重也是一直在上涨 然后 当时也怀疑过 我觉得 在我人生算是一个低谷 我觉得在我运动生涯 就是也问过自己 就发生那么多事情 包括现在脚这样 就通过恢复训练 还能不能再 就是说再重回去 向到以前的巅峰 由于长时间没有系统的下属训练 孙杨的运动机能 已经大不如前 出于推高水平运动员的保护 在脚步守处拆线一周之后 孙杨就被允许 恢复了国家队的集训 跟随教练朱志根 从杭州来到了北京 为了能够让他尽快地恢复 国家游泳中心专门请来了 羽毛球名将林丹的体能训练师 北京体育大学的李春梨教授 来指导孙杨的体能训练 2014年2月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他看上去就不像个运动员了 那个时候 肌肉基本上线条是没有的 因为那个脸都是虚的 虚胖 第一次见面嘛 主要是以测试为主 就是手 应该是在肩的正上方 手臂抬不起来 那滑水的时候就 你就这一个角度 你差一点点 这忧郁的人说 那可能就是几厘米 我推自身体重是推不起来的 就是80公斤 我记得当时很清楚 只能推三个 你看他的身端 是有障碍的 他只能抬一份 他的肩膀是有问题的 有疼痛 所以他是零份 14份是及格 他只有八份 他这个最后得分非常不低强 这个中间得付出 很多别人想象不到的 我那段时间 基本上是以蔬菜和粥为主 每天承受这么大运动 比如说三个小时 大体能的一个训练之后 回来就是一碗粥 然后一点蔬菜一点酸奶 就是这样 然后通过一大运量 强制地把体重减下 一个月以后 我们测的这个 比如说他的体重 从105已经降到了98了 这基本上已经降到10斤了 在距离全国幼泳冠军赛 不到两周的时间 国家队终于对外宣布 允许尊阳参加五月份的比赛 与此同时 另一消息也尾随而来 孙杨换教练了 他有很多思想 他的想法 假如说 不能够和主管教练员 有效的沟通 别在心里 时间一长了 就可能 亮出一个 事出来 所以我们就看上亚东这一场 他能够容易和运动 去共同 当时确实没有合适 重新领导做我工作 那我就一直 很犹豫 看着冠军赛 一天一天临近 所以说自己 当时也是很有压力 找他谈的时候 他表述的 他一种很压抑 很痛苦的那种心 很无助 很无奈的那种 前期 所有的接受 也是从保护能的角度 首先 让他保持一个 基本能力的规復 后来就练了 两招步道 就得调整 为了比赛做调整 开始的时候 还不敢有 不敢有1500 就是对1500的把握没有 对1500的把握没有 一声怒吼 孙杨宣告了他的回归 通过短期恢复训练 他在200米和400米自由泳比赛中 展现出了过人的天赋 毫无悬念 摘着金牌 但令人担心的是 孙杨能否以目前的状态 参加1500米自由泳的比赛 这个问题 盘旋在每个人的心头 因为他是参加1500米 1500米是一个耐力性的项目 而且是体能 纯体能的耐力性项目 自己游 四个多页没量 你的最大摄氧量 新输出量 线粒体的数量 和这个密度都会下降 两个星期就能降低百分之十 你要想达到以前的水平 你要花到几个月的时间 特别是他的有氧耐力 虽然当时可能恢复的成绩 很普通很一般 但对我自己来说 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 我觉得这个成绩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够了 四百两百游完以后 那个在1500米中间很大一段时间 有大概三天 三天的时间 在训练 训练的过程 他找到感觉了 找到感觉以后 我说可以了 我说你这个可以游15分了 这个可以游15分了 我说这个节奏 OK 所以还继续参加1500米 刚开始我们测试的时候 他监管界是有疼痛的 在赛前也是在帮他看一看 几个基本动作筛查一下 那个时候他已经没有痛满 如果说我不比 那很多人会觉得 现在是不行了 他是不是怎么样了 很多原因 他可能吃不起这个苦了 1500其实他赋予了 我很多的含义更容易 所以说不到迫不得理 万不得理 甚至是去选择放弃的时候 我在现在一段战事 我不会去选择放弃他 因为游泳这个东西 你在水里你是听不到别人说什么 唯独就是靠自己的心理去支撑 因为说实话 在我的战场其实很枯燥 特别是刚出去游200 第一分游出去 天哪 就一转回来 还有14圈 还有13圈 就是觉得心里好像有一种 就是反正就很难受的感觉 说不出的那种感觉 15分1秒33 孙杨结束了1500米的比赛顺利夺冠 虽然比2012年创造的个人最好成绩 慢了半分钟左右 但是这对于有四个月 没有游过1500米的孙杨来说 已经完成了对自己的挑战 听到很多质疑 我的心中吧 我觉得可能 我觉得我到此结束了 或者可能听到很多声音 这一次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 我脚要按 可以的能量 你带去把我擦一点 那个人来干晃 不是 觉得很软打起来 ch are you 我怕也喜欢 你的招生不好 啊 就是好几个转身 没打开啊 最后一代 如果转身都正好呢 你又怕什么 做什么一张 困难就争吵了 ok呀 搞的搞的 给家里了 能够活着 大约时间 比赛结束后 金牌选手孙杨必须接受兴奋机检测 每次一个多小时的尿点结束之后 孙杨总是最后一步 择押就是中国 中国就是世界 我们这样说 谢谢 跟我们打个打完 加油 加油 谢谢 拜拜 就一直等 三个小时了 结束完了之后一直在等 我们进去被那些裁判赶出来 我们进去也找过几圈了 反正不管怎样 不管是巅峰二低谷 应该支持孙杨 是代表孙杨 你昨天治疗做了多久 这个已经做了好几年了 这个 每天都得做热的 能恢复皮 能烧烟 呢 肛按花太痛了 每天接大元积太痛 不做不行啊 你躲第二天就会死得很惨 我要换了一个造型 走嘞 拜拜姐姐 拜拜 谢谢 不客气 那你这边的手就走 没事 你走了 那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拜拜 今天就你一个人做 还有今天就有 那我走了 喂 喂 你到我房间了 你刚打车后面换啥 我知道了 那要跟你演才不赖 那跟你演才不赖 那跟你演才不赖 看什么去啊 啊 就看了我们的剧了 没有 文章演的小胞吧 跟那个 裸昏时代啊 没用一看吧 到那边下一个电视剧看看 然后下个电影 我们电影院很早就去嘛 我们就看了一下下一个 现在澳洲那边天气怎么样 好像18度吧还行吧 好麻烦啊 好麻烦啊 对 整个感觉还行 到那边你都不适用什么 早上起太早 好麻烦啊 早上困起来 晚安治疗 嗯 治疗晚啊 快 快 快 你白天好像时间里什么事了 白天就睡一会儿 晚安 吃不消晚 下午也吃不消 这本书你一直戴着啊 对啊 为什么啊 可以看一看 留下 什么时候买的 这书挺早的 这书是要年奥运会的时候 那时候是借的还是买的 我也忘了 啊 你现在还没看完吗 还说看完了 每次都想再来看 还没全部看完吗 嗯 六月十五号是孙杨从北京出发前往澳洲 开始海白急剧的日子 孙杨的父母从杭州赶过来 为儿子送行 这一天也是父亲节 孙杨准备了小礼物 一个蓝牙播放器 教父母怎么用它来听歌 因为他这个平时不能够回家 每年要上两次高原训练 再加上08年以后到海外训练 这样的话就从08年以后 在家里面的时间 一年的话可能就是15天到20天的时间 巨少力多吧 付出了这么多 也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 那社会有一些负面的新闻 我们是蛮心痛的 是因为当时有时候也不能够理解 但现在我们也是随着时间的推语了 那我们现在也心情也放开了 就是说一个公众人物 总是社会不同的侧面 都会去关注他 我想有一些误解 我就想随着他自己的努力 和进步都会难辨 现在有这个 你才说是英语 现在才要 我一定要吃 那我才去现在就 还年车多 哈哈哈 我现在准备学好海语了 我准备跟卡拉玩笑 我准备跟卡拉玩笑 那是好好店 卡拉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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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海 有这么年轻结婚 narrator在卡拉aut 每一次走的时候 感到还是非常的牵挂和心酸 父母因为发生了很多事情 这肯定是一种抱歉 可能因为之前自己的一些 可能不同的事情 感到无视的周围的很多情形 还有那些关心我的人 其实静下心回过头以后 只要回到头 还是很多人发现 很多人在真心实意地帮我 在一直关心我的 早上五点十三分 孙杨已经抵达了训练场地 澳洲的训练强度很大 为了在两堂训练课之间 留出更长的休息时间 早晨的训练课 一般要比国内早两个小时左右 早晨的训练 好 您可以脱下的衣服 担心是他能把我培养成奥运冠军以后 确实我这个人其实是一个什么 就是可能比较一个迷信 就是他能把我带上成功的道路 我信任他 虽然很苦很累 说实话他的计划 中国运动员真的没有几个人坚持下来 丹尼斯 作为澳大利亚游泳名将 前1500米自由泳世界纪录 保持着哈科特的恩师 他的指教理念 以短时间之内 完成高强度训练的魔鬼体系组成 自从2012年轮斗奥运会前 短期指导孙杨 使孙杨在奥运会400米项目上 一战成名之后 便成为了孙杨最新来的精神导师 第三个人 2个人 肯定是来的 我让他来说 3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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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个人 5个人 3个人 4个人 5个人 8个人 4个人 4个人 六月到澳洲 早晨的平均气温不到十度 孙杨除了要克服早起的不适应 还要挑战寒冷的室外泳池训练 每个人都是一番想法 不想下水 但真下了就游下去了 顶过去就好了 感谢观看